郭德纲看似与观众互动实则借机敲打徒弟 等设有规定 粉丝不能带灯牌进场 一来相声毕竟是传统节目 如果台下都是灯牌 会显得格格不入 二来容易形成饭圈文化 产生盘比之风 不利于石兄弟之间的感情 郭肖瀚显然也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尴尬地站在台上不知所措 其实张云雷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不过他发现后第一时间示意对方放下 这才没有造成太大的麻烦 除了当场训徒 郭德纲还会用其他方式借机敲打徒弟 团统中 郭德纲亲自下厨做饭 目的是给酒味徒弟分别做一道属于他们的菜 其中他给阮云平做的是辣椒炒鸡蛋 寓意对方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给王九龙做的是鱼 那段时间他和张九龄的负面新闻不断 郭德纲希望他凡事都要留有余地 最后他给秦潇贤做的是土豆炒辣椒 作为登社的流量明星 秦潇贤以不正常的速度窜红 所以郭德纲希望他不要飘了 不要忘本 土豆炒辣椒就是老秦 你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酒店 对不对 摆上一个土豆炒辣椒 按说这个地方 不过上这 人家这果盘也得炫一个大龙气 这就是告诉你 虽然说摆在五星酒店 得记住了骨子里 咱们就是土豆炒辣椒 除此之外 郭德纲给徒弟们的提字也是用心良苦 我那爱徒呢 来 少爷拿着 平二 山高水长 比如人的品行高洁 像高山一样永远存在 郭德纲如此评价 卢云平显然是希望对方能够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下去 原来享受师父待遇的不止约云鹏一人 卢云平现在也是有徒弟给穿大褂的人了 看这一副从容威严的样子 也确实有几分自家师父的风范 而作为师父 卢云平也尽到了师父的责任 当着师父的面望词 卢云平这辈子都没这么无语过 但是看着自己的徒弟完全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说 他直接将教学任务从台下搬到了台上 大家都知道卢云平铁面无私欲错必乏 但他对自己的徒弟又是另一种态度 不管高小贝在台上出现几次失误 他都会心平气和地教导对方如何处理 私下里两人经常一起录视频 一起还丝毫没有传统师徒的隔阂感 当然除了高小贝 其他徒弟卢云平也没少操心 胡小楼刚进德云社那会儿 整天只知道玩也不好好练功 卢云平看到后立马苦口婆心地 给他讲了一番道理 然后更加严格地监督他的训练 也因为卢云平的这番用心 胡小楼现在也渐渐有了上台的机会 对于另一个徒弟李小葵 卢云平更是出手大方 直接包揽了对方的婚宴 总有人说传统师徒关系是一种文化糟粕 但也有他好的一面 卢云平玩耿有多好玩 一句话整蒙高九成 其实不仅高九成如此惧怕卢云平 其他等于社成员面对卢云平时 也是有多尊敬就有多尊敬 比如说刘九如 被孟和他戏弄后 生气地打来电话质问 结果一听到罪魁祸首 是卢云平瞬间变怂 但凡换个人都不会有如此精彩的反转 作为德云社大总管 为什么德云社的师兄弟们都如此害怕他呢 这还要从早年间发生的一件事情说起 当时正值事业巅峰期的曹云金 在师父给的特权下 不顾德云社内部规章制度随意外出商演 有一天曹云金突然宣布 要回德云社小剧场演出 但是并没有提前和卢云平打招呼 于是演出当天 卢云平怎么都不同意 哪怕曹云金把郭德纲搬出来 这下两人算是彻底结下了梁子 没过多久 曹云金就打着清军策的旗号 要将卢云平赶出德云社 可郭德纲怎么会看不出其中的门道 默默地支持着卢云平 就这样 卢云平铁面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 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卢云平面前可以走关系 哪怕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张云雷都不敢和卢云平降嘴 一句忠诚孝子 包含郭德纲对卢云平的重视之情